HELLO 大家好 我是翠翠 在疫情期間啊 我們大部分人應該都會點外送 到底有沒有到那個折扣價碼 或是可以免運的金額 每次都斤斤計較的 但是今天呢 我要用Fu Panda來點最貴的一餐 我花了超多店家 我最後選中的就是這一家 三好國際酒店 他們真的是超貴的 這家店他們所有喝菜的單點 基本上都超過300塊 像他們一籠一籠的蒸餃或是蝦餃啊 單份大概三顆 每份都超過100塊 真的是有夠貴 那我這次就是決定點這個燒魯三拼盤 然後再一個這個 玫瑰覆盆梅蝦球 喔 都是單點最貴的 給它點下去 都是點肉還要來一個菜 它叫蠔油八戒來 單點一份菜180我的天 還有油菜就要有湯啊 文哈火南鱘魚湯 然後再來一份乾煎 文油龍班劍 這個超難念的 我差點念不出來 也是520單價 什麼東西都有了 就是要來一個超級有名的香港飲料啊 叫做絲襪奶茶 好的 所以這個畫面上就是我們點的所有東西 現在要按送出啦 這些東西 它的外送服務費是免費 太好了 這個金額不免費也是蠻難的啦 今天這一攤總共花了2420塊 天啊 這完全是我一個禮拜的生活費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影片看完 讓我回本 好啦 我們就送出訂單囉 等它外送到 我們的外送來了 超級大一袋的啦 我們又請到佑格 大時刻 可以把我吃不完的部分全部吃光 好啦 我們剛剛把所有東西都拿出來了 那第一樣呢 我們要先吃這個 玫瑰覆盆梅蝦球 打開給大家看 欸這看起來就是鳳梨蝦球 只蝦子而已 8隻蝦子 要500塊 對 500塊 一隻平均是 8...8... 本來60幾塊 然後這是它附的那個 應該是玫瑰醬吧 超漂亮的欸 戰衣 我要占超多 這樣夠多了吧 真的有玫瑰味 我天啊 這樣喔 這樣夠多了吧 超多 啊 好吃欸 來 評分 它雖然蠻貴 一隻要60幾塊 可是因為它蝦子夠大 所以你一口價就很有那種滿足感 如果以味道 我覺得9分 就是我還會再點 可是因為它的價格 我會卻步 好啦 那下一道餐點就是我們的 乾煎石油龍斑鹼 超級難念 我看起來好像有龍蝦跟石斑魚的感覺喔 給大家看 哇賽 好像糖醋排骨喔 超級像糖醋排骨的欸 那我們來吃吃看到底是什麼肉 石斑魚 欸對了 講到那個魚 我想到有一個笑話 有一天有一隻深海魚 它在海裡面油啊油 它自由自在的油 可是呢 它很不快樂 為什麼 快樂喔 油啊油 但是它不快樂 魚 油啊油 油啊油 但是它不快樂 哇 又哥當機了 好啦 我直接跟你講答案好了 因為它壓力很大 因為它是深海魚 我知道 那你笑一下 好 這一趴就這樣過了 好啦 直接開吃 欸它真的是肉 一整片的石斑魚 超大片的肉欸 這真的是魚嗎 是啊 石斑魚片 嗯 你吃吃看 你小心喔 它的肉很紮實欸 而且我覺得它調味超好 這口味有點腫 這時候我們就要喝 它叫做絲襪奶茶 為了點這一杯奶茶啊 我特地叫老闆娘 脫下它的絲襪泡給我喝 這麼刺激喔 那你知道絲襪奶茶的由來嗎 絲襪奶茶他們員工泡的方式 會用一個棉質濾網 那個濾網在泡的過程當中啊 紅茶會被濾下來 然後會把那個濾網染成深咖啡色 濾網的外觀 還有它的顏色都跟絲襪很像 所以才有了絲襪奶茶的別稱 但是它不是用絲襪去跑的 這一杯要多少錢 140 超級快 不味道太甜的感覺 是我錯覺嗎 好喝欸 它不像我想像中的那樣子的味道 我一開始喝下去是很淡的感覺 但是後面有感覺到那種 奶茶的黏稠感濃郁感 它有奶香 比我想像中的好喝十倍 我之前喝過一個比較劣質一點的絲襪奶茶 它就是真的很像台灣的那種廉價用粉泡出來的奶茶 然後超甜 甜到我直接得糖尿病 台灣這個絲襪奶茶我覺得意外好喝 欸我直接給它9分欸 這個我會給那麼高分 純粹因為它超過我預期太多了 我的預期可能在這邊 可能它達到這邊 所以評價就在這邊 好啦那下一個 蠔油趴蟹籃 欸他們的名字都取得超難念的啦 這是燙青菜吧 對啦 那個 這個完全無任何調味的感覺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自己夾 它給你自己夾 喔它有給我們這個 對 好啦那就來嘗一口看看 芥蘭的精髓 就是要連梗一起吃 我覺得這樣還不錯欸 感覺滿新鮮的 都不是有錯 梗超級韻 哈哈哈 直接打臉 我先評分 這道菜還 雖然它沒有什麼調味 但是呢 這個醬油淋上去 真的是滿好吃的 我給它8.5顆星 那你猜幾顆 8星 下一道 為什麼 它給我那麼粗的梗 跟我臉對比 這個梗太粗了 這樣的梗給我放進來 什麼東西跟你臉對比都很小 這是古墓吧 古墓你怎麼在便當裡 好啦下一樣 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喔這就是我們的那個 拼盤 我們的560元超豐盛拼盤 欸它超漂亮欸 它有給我這個棕樹 這是什麼 叉燒 雞肉 油雞吧 燒鴨 它上面還有這個欸 你看它有這個洞 它有這個 透明的雞洞 我來吃吃看它這個 很像叉燒的東西 偏硬 喜歡叉燒的人可能都很喜歡 因為它口感算是滿紮實的 很紮實 這個是蒜油雞類 玫瑰油雞 很軟 很好吃喔 嗯 我剛剛吃雞胸的地方 超級軟又嫩 真的欸 嚇到了嗎 比叉燒好 比叉燒好 比叉燒好太多了 油脂跟肉的分布很好 我覺得叉燒太硬 吃到這個你會覺得 天堂 好像地獄跟天堂 也沒有到地獄 多年來的經驗 這個應該是壓肺的肉 這三個最好吃的是雞肉 這個給評分 7分 那如果單純是雞呢 9分 我也是 我也是 這整盤我給7分 如果單止這個雞 雞我可以給到10分欸 雞我要再7分 雞真的是天堂 好啦 那這道就是我們560元的燒滷三拼盤 下一樣菜 沒有菜了 是湯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文哈火南鱘魚湯 他給了我們兩碗 他原本應該是超大一鍋 然後外帶要分成兩碗才裝得下 我都念他的文革欸 你們念文哈還是會念文革 我先打開 鱘魚湯 看起來很像豬肉欸 這個是鱘魚嗎 魚長這樣喔 呃 這是鱘魚啊 那你吃一口這個看看 欸你們看這個鱘魚湯 喔好像你們看不到 因為我在歪它就要翻了 就是一鍋看起來很像酸菜白肉鍋的東西 還不錯 魚肉滿嫩的 而且沒有刺 我吃吃看 嗯 真的欸 還覺得滿新鮮的 但是就是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三層肉 可能是他們那邊的做法吧 這三層肉好吃 欸它湯不錯欸 很酷 酸酸的 你們可以自己想像酸菜白肉鍋裡面 加入了魚片 好啦這道菜你給幾分 我的話啦如果它叫做酸菜白肉鍋 我肯定給它9分 因為味道真的剛剛好那個調味 但如果它今天叫做文葛 我南群魚湯的話 沒有我想要的感覺 我可能給它只會到6分 這道我差不多會給7分 它也是跟我想像中的魚湯 感覺不太一樣 它真的比較符合酸菜白肉鍋 哈囉大家我們剛剛完食啦 你覺得這次整個吃起來的感覺如何 吃起來的感覺是 好飽喔 超飽 好吃完這些餐點呢 如果再叫你去那間酒店 你會再點什麼 我會單獨點它的那個油雞 它的油雞真的是天堂雞 超好吃超軟 然後沾料那個蔥也超級 好還有那個絲襪奶茶 就是油雞跟絲襪奶茶 然後我覺得這次如果不要看它的價格啊 它每一道菜都有到7分以上 每一道菜的調味都不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翠翠 我是佑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